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的2024乡村创意生活记系列活动正在全国各地举行 一系列丰富的乡村旅游线路文旅体验活动 吸引了游客们在金秋时节走进乡村 寻味乡村特色美食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享受美好的乡村旅程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走进浙江德清新式古镇 游客们可以在街头民谣音乐会国潮市集中 体验古镇的时尚活力 也可以从打铁花等飞移表演中 感受传统民宿文化的火热与浪漫 尤其不能错过的是被搬上了水上舞台的飞移火壶表演 随着表演者双手一抬一抖 火花瞬间生腾 如同红橙色水墨 在夜色中快速熨染 化为璀璨星光 现场看真的十分的震撼 这个火花好像有一种蓬勃的力量 十分的震撼人心 非常好看 绽放的火花让我感觉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绚烂多彩 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 位于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区交界地带的萧鹤古道 是古代中原连通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 国庆假期在广西富川刹山村 这个有着萧鹤古道入贵第一村美誉的瑶族村落 游客们逛古村品美食玩得津津有味 这里历史底蕴深厚 村内古民居古西台等古建筑留存完好 在古道两旁的美食店里 坐满了品尝梭子巴巴 油茶等当地特色美食的游客 梭子巴巴因形状像梭子而得名 口感若软又弹性 再搭配一碗油茶 美味又满足 这个梭子巴巴和油茶都比较具有当地特色 另外的话也是看了一下周围的名胜古迹 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文化非常好 觉得这边古色古香很有韵味 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这一次的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此次乡村创意生活季 各地还推出了乡村旅游节 音乐会 艺术展等活动 让游客在欣赏乡乡村美景的同时 也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 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